新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登基仪式 10号早上在圣詹姆斯宫举行 查尔斯三世发表了登基宣言 他承诺作为新国王会毕生做出贡献 而其继位公告随后在包括皇家交易所等地对外发布 在伦敦圣詹姆斯宫的阳台举行仪式 公开宣读查尔斯三世正式成为英国新国王的公告 英国玉联军卫队奏起英国国歌 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外也举行隆重仪式 发布登基公告 伦敦金融城市长科文森及伦敦市官员 以及皇家交易所担任高层职务人员出席 队伍进场非常壮观 God save the King 登基仪式正式结束 较早时圣詹姆斯宫举行了登基委员会会议 约200人出席 包括书密院成员 多名重要政界人士除了新任首相特拉斯 六名前首相道场 高级法官及政府官员 见证书密院正式公告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的新国王 登基仪式打破了英国传统 全部过程经由电视直播 公告文本随后霍王储威尔斯亲王威廉王子 王后卡米拉等人签署 正式批准 查尔斯三世在仪式中发表了登基宣言 赞扬已故母亲伊丽莎白二世作为母亲 作为英国君主都树立了典范 查尔斯三世承诺会毕生以国王身份做出贡献 他也宣誓保卫苏格兰教会 I am deeply aware of this great inheritance and of the duties and heavy responsibilities of sovereignty which have now passed to me in taking up these responsibilities I shall strive to follow the inspiring example I have been set in uphold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o seek the peac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s of these islands and of the commonwealth realms and territo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伦敦塔河海的公园也名放5号 庆祝查尔斯三世继位 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加冕大典虚实准备 具体时间有待公布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